还有焦点人物就是清明党的副总统候选人林瑞雄 他日前指控管局用这个电磁波来攻击他 还说频率是1875万 不过对此NCC解释说应该是18.75百万赫兹才对 而目前这个频率是没有开放对外使用的 还有这个电机器教授也说 这样的频率其实一般人根本感受不到 五天前清明党副总统候选人林瑞雄是这么说的 是保护林瑞雄的国安人员身上对讲机发出来的吗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说了 这1875万频率应该是18.75百万赫兹 来看看一般的频率表 0.3到300万赫兹属于中坡用在航空导航 而300万赫兹到30百万赫兹是短坡 国外的广播电台会用 而30百万赫兹到2000百万赫兹就是微波 而用在手机跟蓝牙以及传输海外的卫星电视 但林瑞雄值得18.75百万赫兹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说根本没有开放 而台大电机教授也说 就算有这样的频率一般人也感受不到 你电磁波对人体的损害 对人体的伤害到现在在医学上是没有定论 研究电磁波40年的李教授也这么说了 不过林瑞雄的搭档宋楚瑜说了哦 希望林教授可以把重点放在民生问题 不要再被电磁波干扰模糊焦点了 记者 林篇 黄一珍 台北报道